我想比较难的应该是在像多重判断 我工作里面 那你true pose 刚刚我们有做过练习的 应该比较简单 这个我想合格不合格 大家可以做得出来没问题 可是如果说我要多重判断 那相对的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些 就是ABCD 那另外逻辑里面还有什么 像连级交集的部分 比如说我条件可能不止一个 我有两个以上的条件 那这两个条件如果都要为处才会是处的话 或者是说呢 如果其中一个为处 那就是为处 那就是交集跟连级的差异 那怎么做 我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那个逻辑函数 首先第一个综合评定 合格不合格 这比较简单一些些 比如说60分合格的话 那我们就是直接插入函数 利用什么呢 逻辑函数里面的一副 成绩给它 平均成绩如果什么呢 大于等于什么呢 60分的话 那表示合格 所以 true的时候呢 给它合格 反之就是不合格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输入不合格 OK 那当然你什么 打勾按确定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它会自动帮你呢 向下一列 再去做旁边的判断 合格不合格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判断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多重判断就ABCD 那ABCD相对的比较复杂一点 如果我的逻辑不只合格不合格两个 而是四个 这个四个怎么做 特别重要 如果多重判断 第一个 可能你需要学会的就是说 在IF里面 再插入一副 总共 根据Excel里面说明 最多可以插入七成 IF里面 还可以再加IF 还可以再IF 最多七成 那怎么做 可能要掌握一些要诀 一 插入函数 游标放在G2储存格 二IF IF里面的话 逻辑在哪里呢 这个平均成绩呢 如果大于等于80分的话 那一般习惯 逻辑会由上往下 那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呢 那就是A Force的话 那就什么 BCD 有三个 怎么办 你不可能说把BCD打上去 但是BCD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所以特别注意哦 也就是说呢 第三个格子里面 还要再做判断 因为会有三个嘛 BCD 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哦 有个技巧 游标请你点选 第二次使用函数的时候呢 我前面讲过嘛 一定要用下拉清单 再找到一幅 游标1先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2点下拉清单 3点一幅的函数 OK 这个步骤我想要做对哦 点下一幅 那你会发现怎么样 它在一幅里面又帮你再加一幅 再来就是70的 是B 反之 还有什么 C跟D 有两个 所以还有两个怎么办 再做一样的事情 点击一幅 那如果这个地方大于等于什么 再来就是C跟D 大于等于60的话 因为80做完了 70做完了 再来剩60 所以60的话呢 就是C 再来有没有 反之就是不几个 所以是D 这样的话呢 我就把公式 利用它的视窗 填入应该要填的按确定 那再来把它自动一下 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放开 结果呢 就自动 帮你 全部做完了 OK 这个应该 没问题吧 多重判断 这个我想在工作里面 比较重要 因为两重逻辑 对一般来说 比较简单 多重逻辑 可能就稍微复杂一点 记得喔 可能最大的关键是 你在插入 第一次的时候 下面这个 这个格子里面 你如果还要再加一幅的话 请你记得 从前面这边点 它会再把公式 放在第三个格子里 然后 再下一个 再点一幅 它会一直在帮你把 一幅的逻辑 再放到那个 我们公式里面 这里的话 因为会有四个逻辑 所以我们会用到了 总共有三个一幅 三个一幅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多重判断的部分 哦